卧槽兄弟们,你敢相信吗?既然有怪兽,敢把赛多的脸撕成两半,挂在身上当装饰品,被咱们黑了这么久的远古皮套制作部,难道他们就没有做的好的,还原度还高的皮套吗?你好,那肯定是有的,特别是在数量众多的怪兽中,牛逼的皮套更是数量众多,本期视频咱们就来盘一盘,奥特曼中那些超高还原度的超帅皮套怪兽,那么外,皮尔巴利斯,众所爱粉周知,远古的皮套布,删剪阉割设计稿造型,那都是加传面范,最典型的 就是,鞋神加等结恶,和超大魔王兽,摩哥巴奇大蛇了,这两人都是被删减的典型,所谓的图片仅供参考,说的就是他俩,不过在阿伟这里呢,还是得说一句公道话,那就是有的时候,真的不能怪皮套布,因为有的设计图,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资金,是真的没有办法还原出来,所以做出删减,也实乃无奈之举,不过呢,上述理论却并不适用于终极审判者吉尔巴利斯,注意看,这个是吉尔巴利斯的设计稿,而这个是他的皮套,怎么样,是不是几乎一模一 诶,可能这个时候,有的小伙伴就要说了,那皮套布一比一还原设计稿,难道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吗,no no no,你要知道,按照吉尔巴利斯设计稿的这个复杂程度,想要不做删减完美复原的话,难度可是相当的大,而按照皮套布以往的料性,给你把后面那个一整块铁盘子一起砍掉,也不是没有可能的,可这次的情况却完全不同,远古皮套布不知道突然发的哪的疯,既然如此丧心病狂的,几乎毫无一漏的还原了,设计稿中几乎所有的身体结构,这种工程量,已经不是用 恐怖能够形容的了,不过相对的呢,本身皮套的造型越是复杂和庞大,其可动性,往往也会成反比的削减,就比如咱们的黑龙,在获得了如此炫酷的装甲的同时,几乎就注定了他,在大多数情况下,就只能充当一个固定炮台,不管他呢,帅就完事儿,那么,泽斯特鲁多斯,虽说死龙泽斯特鲁多斯,一直都是咱们频道里被调侃的常客,但咱们有一说一样,单论设计和皮套而言,泽斯特鲁多斯还是相当有实力的,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,其实死� 除了多种怪兽以后,融合出了究极缝合怪,而这个诞生过程,也很好的反应在了泽斯特鲁多斯的外形设计上,首先,他这个设计理念,就相当的有意思,在设定中,被死龙吸收后的怪兽,会失去所有的生命,并呈现出一种干尸化白骨化和异性化的趋势,毕竟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他的,死予破坏猪王的定位,而上述的这些设定,也不只是空口吹牛逼,而是全部都忠实的反应在了泽斯特鲁多斯的外形上,就比如他右肩和脚步,就是已经骷髅化的� 而他的胸口更是过分,干脆就是干尸化的,昆仑怪兽马甲巴的脑袋,而除此之外,死龙的身体中还有着大量的怪兽元素,就比如他的尾巴是月龙怪兽克莱圣特,大腿是泡沫怪兽邓坎,翅膀是火山怪典八顿,而以上这些怪兽元素,在死龙的身体上,无一例外,全部都做了灰暗化的处理,而且最夸张的是,这个死龙的身上还挂着两片机械赛罗的脸,一个在右脖子那一块,一个在左边的头脚上,好家伙,这个也太狠了嘛,当然了,如果只是设� 牛逼的话,到底就罢了,最关键的是,细节如此之多的造型,远古的皮道部,竟然无一遗漏,全部做了出来,特别是这个角度,你看看,简直跟旁边的设计稿一模一样有没有,好家伙,没想到没想到,远古的皮道部,竟然还有如此超神的一天,那么三,母体斯菲亚扎沃尔斯,虽然德凯的结局是一坨达粪,但是他的实战表现,就是一个纯纯的沙包,大尾却还是很喜欢,斯菲亚扎沃尔斯没办法,那么实在太帅,无论是刚登场时,那个开合的镜头,还是之后和特 对峙的那个壁纸特写,乃至他降临地球时,那个光效的BGM压迫感,都是绝对顶级的水准,甚至有不少的小伙伴都表示,他的这个初衷场压迫感都快比得上海怕结盾了,而说完了皮套,咱们再反观设计稿,说实话,最起码在阿伯这里,扎沃尔斯的这个皮套,已经足够的还原设计稿了,甚至说是做到了极致也不回过,无论是身上的尖刺纹理,还是整体的造型比例,都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了,奶奶的,说到这个扎沃尔斯,咱就来洗,你说说 皮套部难得超声发挥一次,而且前面几机,也都已经把扎沃尔斯的压迫感给立起来,结果你得改结局,就给大伙端了这么一盘打分上了,你说你到底是要恶心谁呢这是 那么四,加拉特龙,作为阿伟在奥特曼系列中,最喜欢的机械怪兽之一,白龙加拉特龙的造型,整个就突出的是一个,神圣而又鞋性,全身洁白的装甲,点缀金色调亮,最后再搭配上,星红的眼睛和胸口的核心,凭这种强烈的反差感,让原本十分神圣的配色,反而多出了几分鞋性,而且最牛逼的是,这样的反差,拿捏得相当到位,不多不少,刚刚好,而在造型设计方面,提到在还原的设计稿中,加拉特龙装甲上,繁复花纹的同 又缺入了原本应该有的音音表达,更大程度的加强了加拉特龙的神圣感,别的都不说,就光是这一个改动,一个字,表,两个字,非常表,三个字,表的劈爆。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,欢迎大家只能补充,请注意,再了解更多奥特曼。